亲爱的主 我们向你感恩 谢谢你保守我们的教会 在每个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的早晨 我们有这样的时间 一起奉你的名聚集 你是信实的主 你是公义的神 你是保守我们生命 又赐恩给我们 让我们靠你得胜的神 所以我祷告 就在这个清晨 你保守你看顾你自负书你的儿女 你的光照在我们身上 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 你就是引导我们的脚步 愿这一天是得胜的 愿这一周是得胜的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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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我们最近呢 做了一些调整 周一到周五 天天有晨岛 还是礼拜一到礼拜五 北京时间七点半开始 时间有十分钟的赞美 那接下来呢 我们有三十分钟神的话 那最后我们还有十到十五分钟一起祷告的时间 那礼拜一呢 原来是明玉姐妹 那现在呢 是孙玲姐妹 我呢 还是礼拜二 然后明玉姐妹是礼拜三 那今天呢 我在路上 我看一下我的时间 哎 今天我是可以讲的 但是明天呢 就不要麻烦了 明天可能在外面一些事情 哎 我就赶紧跟孙玲姐妹联系 所以今天呢 我来讲 这一周的第一讲 我自己呢 也很有感动 为什么呢 今天的禁文刚好是真言二十四章第十节 真言二十四章第十节 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 你的力量就微小 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 你的力量就微小 那这让我想起了我们的景玲弟兄 昨天呢 是我们的中国的礼拜天 然后我们一起在聚会的时候 我们讲了很多 讲了很多 大家都很有感动 很多人都给我反馈 对了 那顺道 那些昨天听讲到的 也有感动的 你把你的感动写成文字发给我 因为我知道有人发了 还有人没发 那景玲弟兄呢 就给我回了一个说 那个他们公司在裁员 他们公司在裁员 那我就问他 我说 那你的情况怎么样 你公司裁员我知道了 你公司裁员全世界都知道 这种大公司裁员都上新闻了 那你怎么样 他说 感谢主 我很好 哈利路亚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你听到了吗 你公司裁员那是一件事情 你的情况怎么样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还不是老板 我们现在还不是高管 那公司的决定 我们影响不了 但是我们自己的决定 却在我们手里 所以我就心里默默地 为我们经历弟兄祷告 求神祝福他 当别人裁员的时候 我们继续升职加薪 当别人裁员的时候 我们继续升职加薪 我们打字 方便的我们打字 阿门阿门阿门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你说牧师啊 你这是什么套路啊 这公司要裁员了 说不定就到谁头上了 没错 说不定就到你头上来了 你如果相信公司裁员到你头上了 那一定会到你头上来的 但是今天我相信公司裁员跟我没有关系 我是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人 神与我同在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就相信 就相信 我们的信心在这个时代 必须能跟全能的神连接 然后带出超自然的能力来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们去想 我们去想 如果你祷告 他没祷告 如果你求神 他没求神 结果是一样的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神没有问题 绝对是你的祷告有问题 绝对是你的信心有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 我们去想 先知以利亚 先知以利亚 那个时候 王是个恶王 王的老婆 王后更恶 他们杀了好多先知 请你告诉我 那些先知没祷告吗 我相信 既然被称作先知 怎能不祷告呢 但是这些先知祷告 好像少那么点power 但是以利亚一祷告 就不一样了 那王后 那个恶王后 他养了一些 败甲神的先知 那些先知 就在以利亚面前 完全没办法PK 你们知道 一个人PK了 对方八百四十个人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我在想 我自己我在想 我很感谢神 我很感谢神 为什么呢 因为神 拣选我 做这个教会的牧师 你说牧师 你就是咱这些教会牧师 怎么还提到神剑圈里呢 因为很简单 孙林也可以是这个教会的牧师 玄音也可以是这个教会的牧师 杨儿立也可以是这个教会的牧师 但是重点 现在我是这个教会牧师 你说那有啥区别 区别大了 因为今天如果有啥事 跟我没有关系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你们去想 你们去想 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 今天教会干嘛呀去了 关门了 那你们有谁 教会关门了 我也在这待着 如果你说教会关门了 我也在这待着 答应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 教会还没关门呢 有人可能就上 隔壁的教会了 教会还没关门呢 有人可能就 另外去找别的教会 别的牧师去了 所以今天 教会关门了 你还能来 那感谢主 那咱俩 聚会结束以后 单独聊聊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自己有非常非常清楚 我自己有非常清楚 这个就好像当年曹操大兵压境 来打这个孙权 所有的大臣都劝 这个孙权说 咱打不过 咱投降吧 对吧 要不这个太惨了 这个你死我活的 咱投降 至少每个人都留个活口 甚至对面还给咱们一个一冠半职 你知道吗 鲁肃就非常清醒 鲁肃说 我们投降 我们过去 不但能活 而且还能得个一冠半职 但是老大你去 曹操怎么安排你啊 一山不容二湖 一锅合有二军 所以 你怎么安排你 还能让你当王帝吗 孙权绿马就明白了 所以坚决不合 坚决主战 而战 最后就赢了 所以今天同样的 亲爱的兄弟姐妹 如果这样危险 孙灵是牧师 还是跟我有啥关系 跟我没关系 教会好 我就多待两天 教会不好 我就上旁边的教会了 特别现在美国 那么多教会 那么多教堂 那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教会特别强到尾神 尾神不是说 我们这个教会 有点什么好处 你在这能得到什么东西 然后你才留在这个教会 尾神是 你在祷告中 你在敬拜中 神对你说 这就是你的教会 你就待在这儿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弟姐妹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在祷告中 如果你在敬拜中 神说这就是你教会 你就待在这儿 我告诉你 你的生命 必然经历复兴 因为我知道这个教会 是一个复兴的教会 但是我必须说 我很长一段时间 我没这个感动 我不知道这个教会 能不能复兴 但我只知道一件事 我是这个教会牧师 你们都可以走 我不能走 所以我是被逼出来的信心 但是我被逼出来的信心 今天我要为这个 被逼出来的信心 做见证 就是今天公安局也来了 宗教局也来了 安全局也来了 你说怕不怕 我当然也怕 但是你怕有什么办呢 对吧 怕也得去面对 当我去面对的时候 当我去呼求主的时候 那事情就开始变化了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 遭遇比较大的事情 就是我们在五四广场 好多我们现在 听众姐妹都只是听说 五四广场都没去过 唯一的就是 那个王辉姐妹去过 那个地方非常好 现在大连最旺的两个区 一个是那个 这个叫什么 仙山路 反正这个轰雷更了解 另外一个是 这个西安路商圈 我们当时在西安路商圈 地铁一号线 二号线 那个交叉口的地方 交通也非常方便 所以那时候 大连还没有地铁的 王牧师就战略的眼光 就选到那个位置 东西南北 都来来往旁边 我们装修 当时 黑社会来收保护费了 那很明显 咱教会不能给人家保护费 不是没钱 没钱咱能租弄大房子吗 不是没钱 没钱能把装修那么漂亮吗 有钱 但是有钱 不能给你啊 因为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弟兄姐妹把钱捐到教会里来了 然后呢 牧师收了弟兄姐妹奉献 然后交给黑社会了 那何必那么麻烦呢 大家把钱 直接给黑社会 买平安就好了嘛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为什么 有的时候不是钱的问题 我们可以 我们有钱 但是我们不能给钱 就僵在那 就僵在那了 所以今天这样的事情 对于我现在来说也是很难的 你说咱们给人家打吧 不一定打得过 另外吧 就算打吧 咱是秀才 这个有的时候还不太好意思 给人家四字八八的 但是你说不打吧 那对方就在那耍流氓 对方就在那耍流氓 真的就在那 这个搞一些下三乱的手段 让我们工人无法正常装修 所以在那个时候 你知道我面临的这个逼迫呀 不仅仅是那个黑社会 给我的逼迫 还有那些教会里面的 所谓的德高望重的领袖们 他们会说什么呢 他们说你看 你没有好好祷告 你看你跑到上帝前面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教会里面 很多的时候 我们是得不到支持的 相反我们得到的 更多的是压力和挑战 我到现在还记得 那是谁跟我说这句话 我本来其实 你是有名的牧师 你是这个资源很多的牧师 你是人脉很广的牧师 你能不能帮帮我 现在我遇到困难了 我去找人家 我去求人家 人家就说你看 你没好好祷告吧 你看你跑到神前面了吧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还记得礼拜天 我分析我的性格吗 我分析我的性格 为什么我不敢all in 为什么我不敢all in 因为我如果all in的话 这个输 我赢 当然高兴了 我们答应了 但是输我真的输不起 所以今天 那是教会外面的 都是有名的牧师跟我这样讲 那咱教会里面的 弟兄姐妹就说了 这个肯定就是我们这个牧师 信的不好 所以上帝不祝福我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去想想 如果你是一个刚刚成立的教会 你是一个好像挺有热情 去把教会搞得很好 所以别人都是家庭教会在家里面聚会的时候 你第一个 你到这个酒店 然后你又第一个从酒店出来 把这个邪奏租下来成为一个固定的教会 一路上 一路上其实就是木秀玉林 封闭垂直 一路上 支持你的人并不多 但是更多的人是在质疑你 甚至在观望看你热闹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 突然遇到一个重大的挫折 然后人家说了 这小的骄傲 你看他肯定是这个得对神了 肯定是没好好祷告 肯定跑到神了 所以我是三种压力 那件事本身给我压力 然后呢 这个本来是求人家帮咱 结果没帮咱 还给我制造出很多的这个心理负担来 然后教会的内部弟兄姐妹 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现在为啥特别感恩呢 因为现在无论是中国美国 我要办一个事 我祷告以后 我说这事办 我都不用办 中国美国弟兄姐妹 都会伸手出钱来办 而那个时候 伸手的不多 出钱的不多 但是看热闹的很多 风烟风雨的很多 所以你就想当时那种情况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也是另外一个见证了 我是神选之子 你知道吗 上帝就神奇的 就保守我的心 就让我没有放弃 所以那个黑社会 我打不过你 但是我也不认输 那些那些那些人 你不帮我就算了 你还受三道四 算了 那我就自己来吧 然后教会的弟兄姐妹 跟他们也不用解释 你把这事摆平了 大家又跟着你了 你又是好牧师了 你又是厉害了 你摆不平 你解释也没有用 你们同意吧 所以我把事情想清楚了 我不是祷告来的 我现在跟你们讲 我不是祷告来 我把弟兄分析来 我就跪在那 我就开始祷告了 所以禁食一周没效果 那禁食两周 禁食三周的时候 有电话从北京过来了 公安部的领导亲自出面 给沈公安厅打电话 沈公安厅当着公安部领导的面 当天就给大连世纪 请你打对打电话 这个小子 本来非常嚣张 在大连没有人能给他摁住 当天就老实 因为人家说了 你这个傻的 你闲的 北京首长的亲戚你也欺负 所以那一天 所以那一天 我们一下子 从被各路不看好的 这个教会变成了 大家都想跟我们接交的教会 因为这个教会挺牛 有背景 这个教会牧师也挺牛 是北京首长的亲戚 所以亲爱的弟兄弟兄姐妹 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 你的力量就微小 你在患难之日若有信心 神就是你的力量 阿们吧 所以今天我在 我在这个 2024年 我一直跟弟兄姐妹讲 2024年 这个世界会很糟糕的 这个境界不好 然后你知道 最新的消息 对不对 民进党竞选赢了 我们一直以为 国民党能赢 因为国民党 现在基本上 也跟共产党 已经成兄弟了 那如果国民党能赢 那大陆跟台湾就不会打仗 那民进党如果赢 很有可能 大陆会打台湾 事实上我们看 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 美国在后面帮 但是基本上也 钱也没了 子弹也没了 然后这个 这个以色列现在跟这个加沙 在打的时候 基本上美国的帮助 就不像以前 乌克兰的 要啥给啥 那如果这么把美国拖得这么垮 现在大陆打台湾 美国就算想帮台湾 那又能帮到什么呢 但是今天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战争的风云 好像变得浓密了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告诉兄弟姐妹 告诉姐妹 战争 这个不是新鲜的东西 圣经在2000年前 耶稣自己说的 在末世的时候 国要攻打国 民要攻打民 地震激光文艺 这些都有 但是神也说了 那些仰望神的 神必保守他们 那些呼求主的 主必看过他们 那些仰望主的 必不至于羞愧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必须 做一个抉择 如果我们数世界 那这世界 这各种消息你就看吧 没有好消息都是坏消息 但是你数神 我告诉你 每一天就是恩典 每一天就是保守 每一天就是神祭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来祝福我们的弟兄 祝福我们姐妹 就好像当年摩西 把祝福和咒诅 摆在大家面前 你信神 你照神的话去做 你就被祝福 你不信神 你不把神的话当为事 你自己偏心极度 那就是另外一个结局了 所以今天 患难之日 在这个世界来看 现在就是患难之日 可是在这个世界患难之日的时候 你有两个选择 哎呀 害怕 裁员会不会踩到我呀 哎呀 这个经济是不是出问题了 我房贷会还不上了 哎呀 这个经济不好 是不是我生意会越来越差呀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相信 我不管你们 我的生意会越来越好 你看 这一开年 这一开年 我就没在家 天天在外面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想跟弟兄跟姐妹 姐 患难一直都在 啊 动荡一直都在 只是以前我们被神保护的特别好 我们好像没受什么冲击 但是这两天我跟这些老板在一起 啊 他们这就是中国好的时候啊 的确他们赚到钱了 但是一路上也是各种这个勾心斗角你知道吗 各种这个你挣我多 所以一直都有 只是我们被保护的很好 所以今天 中国话讲是 这个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我们被保护了几年了 我们被保护了十几年了 现在我们要被神拿出来用了 我们要在职场中要面对这些大大杀杀了 那你选择 哎呀 不行 还是你选择 干就对了 孙年常常讲嘛 干就对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跟姐妹 亲爱的弟兄跟姐妹 我盼望我们的弟兄 我盼望我们的姐妹 我们接下来要做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知道我们很多人是祷告的人 但是我必须承受我们的祷告还不够多 我们再花一点时间去祷告 祷告到 啊 能感受到 神就在我对面 能感受神的手就在我身上 能感受到神在跟我讲话 所以我们的圣经 我们的圣经 礼拜天我跟这个 啊 我们亲爱的这个东学有个对话 不知道东学现在在不在线上 啊 这个我们讲过的 这个萨摩尔基上 萨摩尔基下 那个经文 他都不熟 啊 这个这个是很不很不对的 啊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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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读经 我们还是不够 啊 我们的读经 我们的超经还是不够 神的话 绝对是我们的信心 绝对是我们的力量 啊 那第三个 第三个 我们的敬拜 我们的敬拜 我自己 我是神有体会 你们记得吧 我经常告诉大家 有那么一手 两手就够了 不用太多 不用歌词 不用看幻灯片 不用听M那个手机 啊 我们就张嘴就来 就能唱 有那么一两手 才没事 刚有的时候太难了 有的时候一个人啊 太绝望了 那个时候 你就唱这首赞美诗 不停的唱 不停的唱 我敢保证 一定会唱到 天开了 心也重新开始有力量了 啊 我自己的那个经典的歌就是 主使我力量 我力量 主使患难中力量 主使我帮助 我帮助 主使随时帮助 大地虽会改变 高山虽会摇动 大海翻灯 大浪占动 但我们却不害怕 这首歌 在2009年的时候 也是我最难的时候 我每一天 我到山顶 我就一直唱 一直唱 唱累了 我就跪在那儿 跟人祷告 祷告一会 我站起来 我记得唱 所以我们教会 所有的人 大部分都是 2009年之后来的 这都是有原因的 因为唱到天开了 唱到神把门给我们开开了 所以神就把那个 有信心的人 神拣选的人 神要用的人 就聚集在我们周围 那前提你要有 神与你同在 你要用信心跟住联系 所以2009年 那半年 我自己我相信 后来很多很多事情 都跟2009年 我们在 我在山顶祷告有关系 那后来我们在职场中 很多的事情 都跟2012年 我自己21天 禁食有关系 所以最近 我做了一个决定 最近我做了一个决定 中国的农历春节结束 然后我就找一个地方 我做21天禁食祈祷 原因很简单 因为 我们又到了 艰难的时候 我们又到了患难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放弃 我们可以选择躺平 我们可以选择害怕 但是那个结局就是沉沦和灭亡 但是我们选择相信 我们选择去回应 我们选择去面对 那我们就需要 跟主有更深的连接 跟主有更美好的互动 对主有更大的信心 然后主自己成为我们的力量 因为我们自己的力量是微小的 但是主的力量是无限的 所以 所以 这个我们 这是2024年的一年之初 像旭华呀 桂冈啊 像洪雷呀 像阿丽呀 这些自己做生意的 我们真的要花两三天时间 我们就跪在那好好祷告 我们就跪在那好好祷告 我呢 实在是抱歉 我人不在中国 我不能陪你们 但是今天 我在美国 我要把这个美国这几个 我要带着他们 进食祷告 我要带着他们 从内心深处 来破除我们的怀疑 破除我们的小心 让我们用信心面对每一天 我敢保证 他们都是得胜的 但是中国的弟兄 中国的姐妹 你们也不要觉得 有点可惜 原因很简单 这个功法已经交给你们了 接下来就是自己去实践了 自己去实践了 所以我鼓励我们的弟兄 我鼓励我们的姐妹 我鼓励我们的姐妹 我们自己花时间 我可以技术支持 云端技术支持 你说牧师 我想连续三天 或者连续七天 我进食祈祷 然后呢 我每一天 我跟你同一三天话 每一天 我跟你视频一次 一起在电话里面 我们拿一段经文 互相鼓励 我们一起拿一首诗歌 我们一起来赞美 然后去感受到圣灵的 对我们的更新 所以今天 我想我在年初的时候 讲了嘛 三个健康嘛 身体健康 情绪健康 还有职场健康 这三个健康啊 说到底有点空 如果你跟神关业不好 你没有信心 三个都不健康 但是你跟神关业好了 你三个健康 都是水到水成 因为圣经说 你灵力兴盛 你就身体健壮 然后就凡事兴盛 我们有中医 在我们周围 他绝对同意我的话的 有些病不用治的 你心开了 你喜乐了 你有信心了 你有盼望了 病自己就好了 所以今天 亲爱的兄弟姐妹 我们不用动不动 就往愿跑 我们要动不动 往上帝那里跑 我们多来到上帝面前 多来赞美 多来感恩 然后多来服事 多来把神的话 熟读于心 这个脑子里神的话 心里有神的话 我们就自然有信心 有恩高有能力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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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今天的经文是 人在患难之日若胆怯 他的力量就微小 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被你提醒 2024就是患难之日 2025、2026也是艰难的时刻 但是神你告诉我们 我们在患难之日 可以不胆怯 那你就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就可以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 因为凡靠主的都必得胜 所以现在我就祷告 神的光照在我们当中 祝你的光照在我们当中 哈利路亚 祝我祷告你的光照在每个人身上 主就在我们现在闭上眼睛 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能感受到 有一束光照在我们身上 有一束光照在我们心里 我们每个人开始领受 从上帝来的恩告 因为神愿意高摸祂的儿女 神愿意赐下信心给那些得胜者 神愿意亲自帮助这些神所爱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有美好的见证 因为我们的神不是被打败的神 我们的神相反是战胜死亡 战胜疾病 战胜黑暗得胜的神 所以主我们现在就敬拜祢 主我们就敬拜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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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这是2024年刚刚开始的 这个一年之际在于春 我们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种下信心的种子 我们种下顺服的种子 我们种下愿意奉献 愿意承担责任的种子 主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神会给我们很多 所以我们愿意 就去慷慨的奉献 而不是把钱仅仅赚在自己的手里 主现在你就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领受天然的恩典 也打开我们的手 可以手心向下 去让更多人因为我们蒙受祝福 主我们敬拜祢 哈利路亚 主我们敬拜祢 主我现在就特别地祷告 神祢保守我们这些 在职场的弟兄和姐妹 主啊 我现在特别地为那些 做生意的来祷告 主 你祝福亚伯拉罕的儿子 以撒的时候 就是让他日增月积 然后在当地就成了大服务 没有说他做了什么 没有说他多么勤奋 也没有说他多么聪明 就是说耶和华与他同在 耶和华祝福他 他就日积月增成了大服务 所以我现在就祷告 你来高谋我们的 我们这些在职场的 自己做生意的 就不断地把客户给他们 就不断地把生意给他们 就不断地把寄回他们 就我现在也特别地为 这些在职场 我们打工的这些弟兄和姐妹 就你教导我们说 我们不是给人做乃是给神做 不是只是在人眼前来做 因为神是见察人心的神 所以我们就盼望 我们每个人调整心态 我们做多做少 都是给上帝做 我们做多做少 都是为自己做 所以我们不在乎 得不得到老板的认可 我们不在乎得不到公司的 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公正的对待 因为我们相信神 你是公义的神 我们相信我们 我们是靠神的恩恋 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所以我就祝福 我的所有在职场 这些打工的弟兄姐妹 当职场很卷的时候 当彼此你争我夺的时候 我们继续像以前一样 我们 我们喜乐地做 我们能做的事情 我们不断地做 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就在职场里面 不断地被提升 Hallelujah 主谢谢你 就看到有一股圣灵的风 在吹动 让我们的弟兄 让我们的姐妹 就顺着圣灵风被提起来 主谢谢你 Hallelujah 继续高谋 继续高谋 主我们 我们特别的在这个时候祷告 主我们 我们有一些 原来被隐藏的人 原来被隐藏的人 也没有去做生意 也没有去 在职场做什么工作 但是现在神要把我们 这样的人释放出来 主我现在就祷告 祈求你这个时候 把意向跟策略 先赐给我们 就是在敬拜的时候 就是在赞美的 就是在祷告的时候 可以领受到非常清楚的 从神来的 这样的启示感动 然后我们就可以 然后我们就可以 能知道往哪里用力 并且在哪里 然后去发力 最后我们归荣耀给主 因为我们已经得胜了 主谢谢你赞美你 主谢谢你赞美你 主你是 你是使人有智慧的神 主我们就祷告 祈求你将赐人智慧 跟启示灵 现在就赐给这些 原来被你隐藏 现在要被你释放出来 被你大大熊的人 主我敬拜你 哈利路亚 主谢谢你 浇灌的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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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91篇说 你见到万人扑倒在你旁边 千人扑到你右边 但是这灾不安静 你不靠你的帐篷 所以我们就宣告同样的事情 我们看到公司 别的公司 或者我们自己的公司里面的 其他部门被裁员 但是被裁员的事情 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主这是你朝自然的保守 哈利路亚 主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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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们敬拜你 哈利路亚 主我们敬拜你 哈利路亚 主我们敬拜你 主谢谢你 主谢谢你 主我们不是 我们的老板给了我们一个工作 相反是 我们给我们老板一个工作 因为我们在哪个部门 那个部门就被神奇的保下来 不会被裁掉 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 哈利路亚 谢谢主 赞美主 主我们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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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 谢谢主 宋赞荣耀感恩 都会给主奉 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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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我们不急着离开 我放一首赞美诗 我放一首赞美诗 那我盼望我们的弟兄 我们姐妹 跟着这个赞美诗 我们继续跟神来祷告 我们继续跟神来祷告 圣灵的恩高 是真实的 但是你要欢迎圣灵的恩高 而不要怀疑 不要抗拒 让神的能力充满你 让神亲自覆辟你 让你在职场 就是 像旧约的神人一样 你虽然看起来是一个人 但是有神美好灵性在你里面 就如当你一样 这是我们今天 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所存的信息 哈利路亚 谢谢主 哈利路亚 谢谢主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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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